第503集 经过长时间游泳 自觉体力不知识 可以改为洋泳 用手脚轻轻地滑水即可 使口鼻轻松地浮于水面上 现场急救 为什么说这么多的游泳自救知识呢 那是因为溺水猛如虎 撇去水鬼找替身的原因 很多人都是失足落水而死的 别以为水患离着大家很远 看看现在城市内浪 也许你读到这些 危难的时候也许能救命 一遍遍书才能加深记忆 我休息了一会儿 继续在水中寻找田建国 潜到潜水里往前游动着找 这样搜寻的范围可以大很多 干爹教给我的密水书非常的好用 我没有感觉太累 不过呀 在水中找人是对自己内心的绝对考验 往前又潜了一段很远的距离 水底除了渔虾还是一无所获 正在水下潜行的时候感觉到震动 我浮出水面 一看水面上来了一艘快艇 这艘快艇是潜水救炎队的那艘快艇 上面的标志非常明显 在我的左边驶过 我看见快艇使劲的摇手 快艇朝我而来 是张远驾着快艇 此时他已经脱了那身潜水服 在快艇上面还坐着老唐 快艇慢慢的靠近我 老唐把我拉上来 我坐着到船舱里面 老唐面色凝重的说 小冬啊 你累坏了吧 我摇摇头说 没事 老唐 对不起啊 我本来差一点就除掉那个癞蛤蟆精了 可癞蛤蟆精要跑 我没有沉住气 动手动早了 这才让癞蛤蟆精跑了 老唐赶紧说 小冬啊 可千万别这么说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呀 我对不起田建国 哎 你们说 我这个不是老糊涂了吗 让你们下水对付赖蛤蟆精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现在害得建国在水下生死不明 我这心里啊 不是个滋味 我说 老唐 你别担心了 建国哥 夫人自有天相 他不会有事的 哎 这人都拉到水里了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出现 人能没有事吗 不管有没有事 咱们都得找到田建国 老唐 小冬 咱们商议一下怎么找 我说 这样 咱们一段一段地往前找 你们在前面呈善行地来回找 我在后面潜水执行寻找 小冬 按照潜水操作流程 一时潜水之后 必须休息十二小时 才能再一次的下水 不然容易落下病根啊 张远哥 你就放心吧 我这个秘水术不是别的 潜水不受限制 干爹说过 我们不像你们 呼吸就像是压缩气体 你们浅身超过十米 吸入的压缩空气 在水中就能胀大一倍 对人损伤大 还特别容易得减压症呢 我们劝不同 下水的时候用的是自身的气体 出水时把废气排出 身体就不会出现状况的 职业的潜水员对于减压症 确实很恐惧 从水下高压条件 急剧地回到长压的地面时 所引起的障碍 压叉使眼球表面附近的血管 扩张 肾液 最后破裂和出血 中耳内也能产生压力差 可能导致骨膜破裂 引起疼痛和听力损害 骨膜破裂通常可以愈合的 可是如有感染 则不易治愈 起压差对于鼻痘 也可以造成类似的损伤 引起面部疼痛或者是头痛 正是因为这些职业潜水员 至少休息12个小时才能下水 张远担心的就是这个了 我和张远解释完了之后 一扭声就跳到了水里 让张远呈扇扇形扩大范围 我沿着水下寻找 其实我身上穿着长毛的水靠 在船上太阳一照 身上热得很 远不如在水中潜水来的舒服 我跳到水里 努力地寻找着田建国 我想的类蛤蟆精 绝对不会嘴里一直吊着鱼枪的 拉着人到处跑 现在是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不然没法向田建国的家人交代 我们一直找到了中午 还是没有能找到田建国 这时我们的心里 都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内心变得无比的焦躁 我们在船上商议了一下 介于事情的严重性 必须向上级汇报 于是靠着快艇 回去向上级报告去 上级一听也是高度的重视 马上让李队长带着人来到了现场 还动员附近的渔民帮着找人 这样一来啊 湖面上到处都是人 有些水性好的 也直接下水去寻找田建国了 我们三个人也扩大了范围 去远处寻找 一直找到天黑 还是没有找到田建国的踪影 夜晚降临之后 灰山湖变了模样 这时月亮升起 把湖面照得荧光闪闪 水上明月格外的好看 可我们不是看风景的 无心去观赏 这时在湖面上起了雾气 在探照灯的照耀下 那些雾气变得魔幻了起来 闪着七彩的光芒 这个财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以前光知道七彩祥云和彩虹 我们的快艇驶进了彩雾里 彩雾里被探照灯一照 到处都是七彩的祥光 我们都被这美丽的雾气惊呆了 张远干脆停下了快艇 和我们一起看那些雾气 我们到远处看着雾气 忽然看到不远处出现了一座城 那座城笼罩在雾气里 朦朦胧胧的 犹如仙境一般 从远处看去 那座城里的楼房层层叠叠 一座挨着一座 在楼房的间隙里 是一条条灯火通明的大街 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真没想到啊 威山湖里还隐藏着 这么一座漂亮的城市呢 我在快艇上问老唐说 哎 老唐 你看这里是哪里啊 怎么这么漂亮 咱们应该是得快到对岸了吧 老唐看着灯火通明的城市说 这个不对劲啊 我感觉咱们离威山湖不过十里地 按理说 这里应该是湖中心才对 怎么会出现这么大一座城呢 我说 老唐呀 人们都说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这座城就在咱们宴前呢 这还能有假呀 要我说花眼的话 不能就我一个人花眼吧 张远哥 你是不是眼看到了那里有座城啊 张远点点头说 是啊 小董说的没错 前面确实有一座城 看城市的规模啊 至少应该是一个县城 不过 我在威山湖这些年 没有见过这座城啊 真是奇了怪了 忽然就冒出这座城来了 老唐摇摇头说 嗯 长远说的不错呀 不对劲 这个真是不对劲啊 我从小就在这威山湖边长大的 对威山湖熟悉得很 咱们这个方位 是威山湖的西南方 西南方是大片的湖水 水面上没有岛 如果想要到陆地 得照着这个方位啊 至少得五六十里 才能到对岸 在威山湖里 只有威山岛最大 其他没有什么大的岛屿 更不会有这么大的城市了 如果有的话 我不可能不知道 张远听到这里就说 有没有啊 咱们过去看看就知道 我看那座城啊 顶多也就是有二里地 咱们的快艇速度快 过去看看就是了 反正是为了找田建国 到哪里不是找啊 我们很同意张远的主意 张远把快艇调头 朝着那座城镇而去 快艇越往前走啊 雾气变得就越重 我们快艇上的探照灯 已经开始不起作用 外边的探物 也慢慢地变成了浓浓的白雾 快艇在白雾里前行 张远不由地放慢了速度 幸好威山湖里 没有那些暗礁什么的 我们的快艇呢 可以快速地往前走 走着走着 终于走出了浓雾 我们当时就被 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雾里居然出现了 一座城市 在雾气的衬托下 这座城犹如在仙境里一般 中间有一条河贯通 我们正朝着 那条河的方向而行 月光下远远地看过去 那座城很大 不过没有太高的楼 城中的高楼 都是古代的样子 前面是圆形的 大柱子支撑 顶上呢 是琉璃瓦 古色古香的 十分好看 城里的房屋 层层叠叠的 中间几条大街上 九四灵力 那些九四茶楼的门口 都挂着灯笼 远远地看去 长街的灯火 就像是一条长龙 特别是中间的 几座高楼 上面的彩灯高照 和周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古城的大街上 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地 非常热闹 特别是中间的那条河 在河的两边 更是人流如枝 两边的店铺 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在店铺上 都挑着幌子 上面写着字 这个和电影里的古城 一模一样 多许 MUZIEK 都在和电影里的 看到一个热闹 辱的古城 就可以有效忍 是